pping Hello。大家好,我是Watwass! 是avaş!我是Kenneth Oder是Mike . 我们是赛尖库!今天我们又来听Morriset唱歌啦! 那我们听过了Morriset在现场唱 Gusto Con Nang Bumi Tau 我们在巴士上也听过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在家我发现我家的佣人 也在开着那首歌 Gusto Con Nang Bumi Tau 今天我们就要听 今天我们就要听Morriset跟Rigin 哇我们昨天看Rigin了 Rigin 看他们两个怎样一起合唱 合唱Gusto Con Nang Bumi Tau 可是只有三分钟罢了 我们希望这三分钟可以冲击我们下 Let's go 冲击年二 哈哈哈哈 我们就收到 这个有没有干燥啊 Rigin Omi ya Gabi gabi 哇 我两天你哪哪里的你 那击击把拉伯 Satipa Nataluna Hangang gai la Nataluna Pakotna Akala ko Ikay sa akin pa Pero Hindi na pala Wala na nga ba Talaga Nata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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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Nata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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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Nataluna I Akala Natal Natal Akala N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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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还有吗 为什么要去做 希望能够到 富東 aw 啊 不能够到 富東 能够到 能够到 我 ж要到 City Beep it now Beep it now Beep it now Success 终于唱完了 哇 我们再一次见证了这首歌 到底多难唱 很短啊可以唱唱一点 我们两个 他讲听Elep多一点 是 气心 很好玩哦 而且因为我没有听过Regime唱歌 我只是听过这个人 这好人物 Regime算是菲律宾第一代 打开国际知名度的第一代天后 他在90年代的时候 有跟张学友合唱过 可以就找来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时候那张 那个封面还是青色封面 还像端头发的 很红啊 Regime 我只能看到两代天后的一个 交棒 然后我也看过 他跟Morriset有合唱过 阿金卡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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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首歌 每次我觉得我们的 阿金卡那拉 我的脑 我已经一段时间没有记这个旋律了 洗脑 阿金卡那拉 阿金卡那拉 然后 一听到Morriset 他就乱叫 他一叫我们就听不到 我们上两个没有 我 这一边是 好 两个 然后我讲 两代天后的那个 当然Regime 也一定的年纪了 我觉得对他来讲 可能 是有一点吃力的 可是 Regime的吃力 在90年到2000年的时候 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我觉得 有一个新的火花 两个人呢 因为我们听到 两个人对唱的 那个合音 两个人一起 然后又交接 你唱一句 我唱一句 我觉得 哇很有火花 然后那高音 Morriset 最后收的那个高音 哇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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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那个reverb很强 可是他真的收到很厉害 收到很好听 很好听 他不是收 vibrato的咯 他是收 de crescendo so fade out的咯 哇 Morriset 是不是好像还有 因为我看到有人留言过 他跟原唱 有也是 Live 唱过 也是唱这首歌 哇有意思很想听 好朋友姐 我们会一直听 Gunstokon Nang Bumito 我会一直听这个歌 OK 好你 我也不认识Regina 没有听过我唱歌啦 所以她一开口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可以 feel到 vocal上面的差别 那个差别 不是实力 而是唱法不一样 我觉得 蛮新鲜的啦 听 duet唱这首歌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听 我们听 Morriset自己唱完呢 听Morriset自己唱完 已经觉得她是铁人 这样子了 Iron woman 这样子 一个人可以唱完这首歌 所以今天有人跟她分担 我还是觉得 这首歌很累 而且很有趣 这首歌真的很有趣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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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我們不知道到底這是不是菲律賓的았어요 一種特徵還是文化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還不是含其他鬼沒有這樣 我覺得很厲害耶 我不懂誰怎樣去寫 但是它的詞文香就是這樣子的 到重点那些 包括 Chorus 也是 我觉得本身就很特别的一首歌 然后看他们两个的那个合唱是只有过瘾 我觉得过瘾咯 因为这首歌我们听到不要听 我们都知道多难唱 唱得到这首歌的人多厉害我们都知道 可是这样子看两个人 两个天后一个 上一代跟这一代的天后 两个上在一起 就是过瘾 尤其是他的 Crack 而且我觉得那个节目他的收音这样差 他节目收音很差 差到我想杀人的 他们都可以唱成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是太棒了 我不懂是节目收音差 还是他后制收进来的音场 可能现场好听 不懂 可是太差了该那个听 是的 是 收音真是不行 可是我们还是听到他们唱得非常好 那个音乐小声道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实力真的是很高的两个天后 可是很明显我们听得到那个唱法的不同 很明显一个是比较老派一点点的唱法 很直来直往的唱歌 很90年代 有点Celine Dion的那种感觉 一冲冲到完 而且我觉得非常厉害的 虽然讲对他讲好像有点吃力 可是你看到 哇 完全上去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 鸡皮疙瘩的感觉 就因为他 你懂 还有一定很年龄啊 哇 他唱上去 尤其是他Ready要唱第一句 就是GUSTOKO NANG BUMI TAU 他觉得气场很大这样子啦 我觉得 很好看啦 OK 那么 Morissette 接下来还有什么 GUSTOKO NANG BUMI TAU的那个 那个 LIVE的表演呢 很值得看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其实因为我们很想这首歌 是Sherine Regist I'm gonna love 哈哈哈 那你什么很好的 LIVE的表演 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知道这样子啦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Reaction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大概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出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通知了 另外呢 在B站 也要一键三连给我们充电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有能力的话也支持我们的Patreon和爱发店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Bye AZUGETIS